展覽才剛開始 民眾才到攤位 開始把一箱一箱的醬油搬上推車 目標鎖定的就是屏東監獄出產的自娘醬油 這位大哥搶頭箱 一般就是30箱 我從台南來 一大早從台南來 我現在有買了30瓶 工作人員捕獲的手沒停過 大家指定買醬油 而且一次都是30箱起跳 監索這次準備了600箱 一天的營業額就突破了60萬元 這是絞證署邀請51個絞證機關 推出作業技術聯合展 最熱賣的就是屏東監獄醬油 一瓶500毫 售價56元 對比同樣很有名的平科大醬油 顯得評價許多 現在應該是比平科大的醬油還好 展覽中並列明星商品的 還有宜蘭監獄的臘蔥棒 和金門監獄的麵線 這次特地要買臘蔥棒嗎 對對對 昨天有人在線上推薦 所以就必然 隱藏版的明星商品 只有老饕才知道 就是用宜蘭最有名的三星蔥 做成的蔥油餅才剛開展 就已經賣掉一半 我們金門生產的麵線呢 它是煮不爛 金門的麵線 跟台灣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裡面沒有加鹽 而且酒煮不爛 對啊 要一圓附近 沒中的四方 我聽人說的 我不知道怎麼這麼賣 各個矯正單位的明星商品 一上架被搶購 給人一向冷冰冰印象的監獄 和熱賣商品連接起來 反差更失大 商品熱賣卻也創下一波監獄商機 記者梁家文 劉怡婷 高雄報導